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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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张星成在泰国的那段时间是空档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两人在泰国的正面照被拍到了 按理说这么实锤了 顺势公开还能赚一波CP热度 结果两人是打死不出来承认 张星成发微博也只有工作 粉丝对他是恨铁不成钢 两位当事人呢 纷纷空降粉丝群来了一波安抚 对恋情是只字不提 但这默契程度等于是默认了吧 本来这对有角色滤镜 真恋爱了应该是被全网祝福的 结果这一出不回应整的大家 都开始朝两人没有担当 既想谈甜甜的恋爱 又想吃单身艺人的流量红利 而沉默祖的另外三对 也随着恋情曝光加不回应的态度 路人员一跌再跌 曾经的刘浩然是国民弟弟 和影后周冬宇恋情曝出后 流失了不少女友粉 而周冬宇虽然顶着影后身份 路人员却不咋地 曾经让新人喝酒 和剧组霸凌工作人员至今还有人提起 网友坚信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类人 连带着对刘浩然的好感也下来了 尽管外界领证看婚房隐婚生女的传言满天飞 两人也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来回应过 也是毕竟影后虽然无所谓粉丝 作为电影新兴的刘浩然 却不得不看重自己的流量 在上升期公开恋情风险可太大了 同样在事业上升期的罗云熙和白露 自然也是选择沉默 这之前白露张灵鹤的恋情也是传得满天飞 一开始其实大家还是挺祝福这队的 不少人等着两人合作的新剧上线打算刻真人CP 路透也是真的甜 谁也没想到 剧还没抬上来 白露先因为言辞不当翻车了 白女士变白先生 那段不敢公开的恋情也就只剩被潮的份儿了 之后长月静明又传出白露罗云熙的绯闻 罗云熙和白露爱搭的长月静明已经大结局了 戏里的他们经过了三生三世的虐恋 戏外的他们却非常的甜 早在2019年 两个人就合作拍摄了另一部现代甜剧 彼时的罗云熙最新鱼游戏 丝毫没有察觉到白露的爱意 白露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女生 采访上她直接 每一场戏都对罗老师动心 同时白露又克制了自己的爱意 她认为在一段爱情中 男生应该主动 白露公开了择偶标准 喜欢成熟稳重 能够共同进步的另一半 这个说的不就是罗云熙吗 两年后 他们再度二达 在一起拍摄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 他们之间的花火可是电光火石一般 彼时的她称呼她为妖媚儿 她用流利的四川话称呼她为罗云熙 一个江苏常州人 不会说自己的家乡话 却会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白露是不是也太明显了呢 他们不再是客套的罗老师和白老师了 我所有的偏爱只给你 在2022年4月拍完戏后 罗云熙在7月份就突然戴上了L的项链 当时被问这个字母项链的含义 罗云熙当下的表情很耐人寻味 明显有一点心慌了 很快她就反应过来 自己的名字也带有L 我的姓氏 你的名字 这不就是最好的施爱的方式了吗 白露曾经说过想休息 希望能够去一趟大理 过后 罗云熙就晒出了去大理旅游的照片 这个真的只是巧合吗 罗云熙最新晒出的一日三餐中 信息量也非常大 作为一个吃辣达人 罗云熙自爆一辈子都不会借辣 除非有共同生活的目标 罗云熙晒出的午餐中 清一色都是清淡饮食 没有一丁点的辣椒 最关键的还有香菇炒青菜 作为成都人 应该不会大吃这样的菜式 这个菜式在江苏倒是常见 所以 罗云熙极有可能是为了白露 再改变自己的饮食方式 在最新的发布会和访谈中 罗云熙和白露的距离越来越近 左手拇指在白露的手上一直磨蹭 一点都不像是那个绅士有分寸感的男人 她的身体总是不自觉的靠近白露 在访谈中 罗云熙一时嘴快说了我们回 话音刚落她自觉说漏嘴 立马改口 脸上都有一点红了 闪过一秒的慌张 在戏里的花絮中 罗云熙对白露百般照顾 连是戏中的吻戏 两个人都亲自上演了 导演可没规定是戏一定要真亲呀 看来 两个人事情难自禁 这还不是第一次了 在最新的访谈中 罗云熙和白露凑得非常近 还用手拇指摩擦着白露的肩膀 手臂贴着白露的胸 这不就是真正的情侣才有的模样吗 但两人也并未回应恋情传闻 而杨阳和王楚然这一对的不公开不承认 是最让大家不能理解 5月10日中午12点半 狗仔刘大锤直播爆料顶流恋爱 此前他声称赌上自己的名声爆料顶流谈恋爱 他还爆出一张流量梯队图 称对方在第一梯队 让网友猜测不已 王一博肖战都躺枪 结果直播后 刘大锤改口图片是去年别人总结的 如果今年总结 杨阳肯定也在第一梯队 据其介绍 他们是在上海某酒店蹲到了杨阳和王楚然优惠 并拍到王楚然连续三天奔赴酒店的视频 视频中 王楚然包裹颜事基本看不到正脸 杨阳则在这几日并未现身 全程让助理在楼下接女方 每到夜晚 杨阳助理便在地下车库一个隐秘的地方等待王楚然到来 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天三晚 后面几天王楚然都不需要助理接了 直接自己到达酒店 还有一天两人共同出行去拍戏 感情看起来非常好 不得不说 杨阳如今已经不完全靠粉丝了 有自己的国民基础 按理说被拍到恋情直接承认就好了 不管粉丝还是大众肯定都是祝福 结果这哥们绯闻是从宋茜到乔心热巴赵路斯传了个遍 然而不管被爬出多少实锤 愣是一个都不承认 被人戴上没有担当的帽子也是在所难免 你怎么看待娱乐圈不回应恋情传闻呢